在雲雾遼遼中 悠然見連山 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 位於廣東省西北宇 月香貴三省的交接處 是壯族人民居住地 更是綠化造林的百強縣 第一張名片是全國的養八之城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這裡的森林覆蓋率 達到了86.2% 是全省的最高 那第二張名片的話 是嶺南的避暑聖地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這裡冬天的話 沒有嚴寒 夏天的話沒有酷暑 平均溫度大概是在 18.8攝氏度左右 那第三張名片的話呢 是壯爺風情之都 那我們這裡的人口大概是12萬人 壯族 瑤族就佔到了60%左右 連山有完好的原始森林聚落 古樹參天 翠竹連綿 不離子含量高 被當代著名作家文學家琴木 稱為嶺南翡翠綠洲 是一座高山森林養霸 2016年更獲得全中國大陸 百家山呼吸小鎮的第十名 漫步在這座綠色小城裡 您可以放肆地森呼吸 盡情地充養兼洗肺 而聳入雲端的金子山 地形走鞘 有南越小滑山 與廣東第一顯風之稱 在山林中 由一條長達600公尺超刺激的滑道 是富氧游外的另一種高山挑戰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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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坡地地形 順勢建造的走鞘滑梯 不只增添趣味性 也進而解決了 遊客體力不支 無法下山的困境 卡住 好 實際體驗這個滑道 真的覺得非常安全 因為又有手套 沿途又可以看風景 非常好玩 最頂峰的時候 你往下看 可以看到一片綠油油的稻田 就像一幅非常美的一個油畫一樣 非常的美 那還有的話 冬天的話 大家都知道 南方這邊是很少見到雪的 就下雪天是很少的 那金子山這裡的話 幾乎每年的冬天 都可以看到雪景 除此之外 在廉山 還有一個不容錯過的 原生太景區 山高凌深 溪水清裂 瀑布成群 氣勢雄偽 在大絮山瀑布群景區裡 絕美生態 一眼盡收 這個被譽為 廣東酒寨溝 嶺南西雙板納的 瑤族美帝 引人探秘 負離子是衡量空氣的好壞標準 那我們大絮山的空氣負離子含量 最高的時候就可以達到 每立方厘米十萬個 所以這裡的話呢 還具有天然養霸之稱 我們的大絮山不僅山好 而且還富有著濃厚的文化底蘊 大絮山瀑布群景區 繞旅人們 看見自然的山水大美 而連山 這座天然養霸 層層山色遠 處處水生幽 大霧山山頂 常年雲霧繚繞 山腳下 梯田繞山層疊 有如瑤家姑娘的美麗裙帶 由於瑤族一般都市居深山 因此有嶺南無山不有瑤的說法 藍天白雲 浪漫穿行 綿延近三公里的霧山梯田 高低錯落 美不生收 實質春耕之際 放滿水的梯田猶如明鏡 是廣東省規模最大的 原生態梯田景觀 本身我們這裡 我們住的是住在我們這裡 有一個大霧山 大霧山的在我們廣東的話 都是比較有名的 大霧山海拔的是1659米海拔 所以它在廣東比較有名 我們要住在山腳 因為住在山腳 本身我們這裡 因為有人住了 我們肯定要吃飯的 吃飯就要做田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原山這樣做的 瑤族村民在千亩梯田中 海山耕田 充分利用地勢 幽美曲折的線條 就像是一幅渾然天成的 水墨田園寫一畫 自古即有九山半水半分田 之稱的蓮山 除了一山更田 更順著山市開闢種茶 蓮山當地民間 有這樣一首山歌 唱到蓮山山水好 好水山蓮山 蓮山其身之美 有大名皇太后 李堂妹化身的皇后風 是嶺南第一美女風 高山林密呼好茶 這裡的高山雲霧茶 享有盛名 因為我們茶園的種植基地 都在半山 在850米到1000米之間 然後常年都是雲霧遼咬的 還有就是說我們這裡 昼夜溫差比較大 對茶葉的那個生長 那個茶多芬跟茶鹼的那個 聚集是比較好的 相傳明朝皇太后李堂妹 飲用當地山茶 治癒了她的皮膚病 皇后風的皇后茶 才廣為流傳 是一芽一葉做出的茶 就是特等的 二芽 二葉一芽那個 就做出來是二檔茶 這種就叫做 上面一個芽上面一片葉 就一芽一葉 OK 看一下 那一芽二葉又是怎麼樣子的 一芽二葉就是上面一個芽 上面兩片葉子就是一芽兩葉 身穿壯族和芽族的傳統服飾 在茶園中體驗採茶樂趣 一芽一葉的採摘 徜徉綠草如荫的美景 在愜意與悠閒中 找到了反埔歸真的初衷 沖茶時沿著杯圓 以逆時針的方式沖泡 避免熱水直沖 讓茶變得苦澀 不只泡茶 如何正確品茶也很有學問 第一口因為 因為第一口我們不是把那個茶葉 直接吞進 吞下去的 就是留在那個口腔那裡 可以在那個口腔那裡打轉一下 用那個舌頭 就把那個茶香就停留在口腔那裡 然後第二口就停在 就是慢慢地平就停在喉嚨那裡 第三口就直接平下去 那個茶香回甘了 它會在整個口腔都會停留 高山雲霧茶各有野生高山氣韻 充滿著自然的清香甘甜 茶園山泉富含礦物質 水質清裂透徹 流向月 香 惠三省 山上的大小泉眼 共有二十多條繪聚一起 自認著三省萬物 聯山優美的自然生態景觀 成了不少旅客體驗山林旅行的選擇 位於吉田鎮 南面茅田界半山腰上 還有這一個讓旅客慕名朝聖的茅田界觀景台 可以俯瞰這座綠色之城 在這個觀景台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聯山八景之一的茅田雲海 也可以看到整個聯山縣城的全貌 這個觀景平台的最大特點是 在霧天的時候我們可以常常看到 雲霧獠牙的奇觀 在晚上經常可以看到浩瀚的星空 嶺南翡翠 山水仰霸 廣東省清遠市的聯山壯族瑤族自治縣 積極推廣生態旅遊 農業觀光 打造鄉村休閒度假聖地 厭倦了城市的喧囂 不妨來聯山 深深呼吸吧 春天裡百花盛開 從空中俯瞰 花海美景一覽無遺 素千的美 除了英雄故裡的霸氣之美 更有著自然生態的原始之美 尤其最具代表的 就是這片一望無際的花海納田 是素千市三台山國家森林公園的特色之最 這裡從五月份開始到十一月份 七十種多種花卉在這裡接力 由南向北是從黃色到紅色到紫色 慢慢地漸變而成 當花全部盛開的時候 我們從上面俯瞰就宛若被鋪展開的百大衣 非常的美麗壯觀 將納田比喻為曾仁的百納衣 古直 卻熠熠生輝 呈現的是一年四季皆有景 季季換景 似畫布的意涵 納田的納是曾仁自稱為老納的納 有縫補補罪之意 也因為這種田像和曾仁所穿的百納衣 有意區同工之處 納田在佛教裡也被稱為是福田 福田是福報的意思 這也是對遊客最美好的祝願 還有一個我們四天當地 也有讓孩子吃千家飯 穿百納衣 找虎頭鞋的習慣 所以故名為納田 在這兩千多畝的景區裡 變植了七十多種花卉 這趟心靈休憩之旅 絕對是你忘不了的夢中原鄉 而在繁華四景的花海中 就屬二月蘭最受瞩目 二月蘭的面積是佔第二了 它是一千五百雲畝 因為它是正月二月開花 所以叫做二月蘭 它其實也是一種稀缺的野菜 還有人體必須的一些微原料 氨金酸 新鈣鐵等等 而且還可以降三高 另外還有一個名字叫做諸葛菜 因為諸葛亮帶兵打仗的時候 用它充當軍糧 所以後人把它稱為諸葛菜 事實上在這座三台山國家森林公園裡 除了有足以醉倒天下遊客的美麗花海外 另一項引以為傲的便是它的森林覆蓋率 宿建的生態特別的好 特別是三台山森林公園 因為這裡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國有林場 當時是大力治理植樹造林 森林覆蓋率是高達98% 松林立花裡高達88% 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天然氧巴 這裡的負氧離子含量 可以達到每地方厘米是5000 它是公園的兩倍 城區的三倍以上 特別是夏天的時候 這裡的平均氣溫要比城區低2-3度 是大家避暑的好去處 整個宿建市 有著超過36%的林覆覆蓋率 這在大陸城市規劃中相當少見 而更難得的是 總面積8500多平方公里的宿建 因為三台山國家森林公園的綠化項目 讓城市可以大口的森呼吸 距離三台山國家森林公園 只有4公里的洛馬湖和洪澤市地公園 景區無光優美 水岸環潛 擁有優良的生態條件 洛馬湖作為我們江蘇省的四大湖泊之一 400平方公里的這樣一個水域 水體的水質很好 常年的國家二級泥用水 像我們城市目前的居民用水 就是來源於洛馬湖 由此可見它的這個水質是非常的好的 另外呢這個因為這樣優良的水質 也使得洛馬湖當中的湖仙也比較有特色 像鷹魚青蝦和螃蟹都是非常有名的湖仙 特別是鷹魚可以說是遠銷海內外的 洛馬湖的生態優美 當地政府更結合綠化項目 在洛馬湖周邊 打造了清水性的親子公園 整個城市的定位就是以生態移居為主 加上洛馬湖這邊有的這個 洛馬湖本身的這個湖泊的資源 所以呢在這個生態移居發展的基礎之上呢 然後相應的政府也設立了更多的 適合旅遊觀光的一些設施啊 包括一些公園等等 像這個洛馬湖邊比較有名氣的 像這個羅曼園啊 湖滨公園啊 包括湖滨浴場啊 都是平常百姓包括遊客 非常這個喜歡去的這樣一個地方 沿河兩岸清水的空間讓人自在悠遊 而在洛馬湖西岸的造河鎮 這裡有個安蘭龍王廟 是中國大陸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乾隆行宮 當你遊覽此地時 甚至可以感受到北京故宮的縮影 我們宿建的話生態環境特別好 然後的話呢是康熙皇帝1684呢 南巡道造河當地所建的一組水神廟 所以呢乾隆皇帝當年南巡到此的時候呢 就在此所居住下來了 在我們秦宮當地的話呢 是六下江南在造河當地居住了五次了 走進乾隆行宮內 立刻感受到的是濃厚的歷史氛圍 而在這一座皇帝御帽的建築物 就是鎮宮之寶 整個飛廷的話呢 它是從上往下看的話呢 是像清代皇帝頭上的一個帽子 上側的話是六個腳 下側呢則是由十二根珠紅抱柱組成了 六個腳的話呢 分別是象征著一把被撐開的傘 十二根珠紅抱柱呢 則代表著十二個月了 所以的話當地老百姓呢 又稱之它為黃傘廷 相傳乾隆皇帝為了防止水患 而建立這一座龍王廟 特請四海龍王安置在行宮內 鎮至水患 在龍王殿內 兩側還有八大侍衛護法 像我們山門裏色的話呢 所供奉的是為平封和靜浪兩尊水深 是象征著風平浪靜 而在前側遺墊的話 我們也有看到裏色呢 所供奉是為四大水深 是代表著風平 風條雨順了 這個皇室級的護花園 有路馬湖的清水生態 也有江蘇的西雙百納 三台山國家森林公園 而這些絕美景緻 都將成為拉動數千旅遊發展的引擎 由北京編延萬畝的紫色花海 一望無際的藍天白雲 貴州省賀章縣著名的大韭菜坪 是中國唯一的野生多芯韭菜保護區 因此也被稱為東方普羅旺斯 據我們所查資料來說 應該是全世界範圍內 連片面積最大的也一片野生韭菜 等一下喔 處處是風景 到處都是網美 來到這片花海 有客手中的快門 更是沒有片刻能停下 我第一次來到貴州 看到這麼美的韭菜花天 而且是紫色的 感覺心情好棒 有充滿那個羅曼蒂克的氣氛 那剛有拍很多照片嗎 有 大的 小的 開放的 含包待放的都有 真的是很美 每年的8到9月 是韭菜花的盛開期 因此想一讀韭菜花的美 只有短短兩個月的機會 愛你 家 房 家 下 红亮歌声回荡山谷 游客脸上满是喜悦 宫顶前更是心知好到忍不住 高歌一曲 真的空气非常非常好 跟现在这个内陆的 不是跟我们现在那边的 这个PM2.5雾霾相比的话 你们这里真的是人间天堂 因为六盘水中山区的野菜花 面积没有这里到 这里的面积是全世界最大的 所以我们领他同学过来游览一下 它作为东道主 期待我们游览一下 漫步在紫色花海 被云雾包围 朦胧美更添韭菜花的魅力 一路向前宫顶灯上 海拔2777公尺的糕点 仿佛就像是人间仙境 我们青年到目前为止 应该来自各地的游客 已经有接近30万人次了 那么我们全年预计 是应该有80万人次左右的游客 少见的紫色韭菜花 每一株大约能长到60公分 纤细高跳的身材 像婷婷玉丽的少女 随风咬意更显得婀娜多姿 特别的是它还有个浪漫的名字 这个韭菜花的学名叫做多心酒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它每一个紫色的花球 圆球状的花斑里面花朵上 你看有很多柱头 我们数过 一般都有80多颗小的花瓣 如果多的有90多 上百的这个你看 这一栏韭菜花就在赫章 鼓声咚咚响 舞者伴随响亮的铃声 进场大跳骑马舞 一株的铃铛舞又成为跳脚 是一种古老的祭祀活动 在2008年被列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让老人去世以后 然后在最后为老人欢送的 这种战争显示给大家跳一遍 舞者化身为武将 一转身就煞气奔腾 直直向前逼近 就像是战争开场前必须先鼓舞 对内士气再向敌方叫嚣 以这个鼓为指挥 然后叫战术就是 现在对这个以前练兵的形式 很有气色 有些地方就是用声音体现出来 有些地方是用动作来体现出来 前后舞者双腿 以中间舞者作为支点 快速地摆出第一个战术 手中的铃铛顿时也变成一种武器 可以一个站在中间 可以一个在前面打 一个在后面打 双人拱背大肩 另一位爬上去之后 快速地挥动手臂大声喊出口号 远看就像是个骑兵 充满浓浓的烟消味 这个骑马动作就是动作一进场的时候 我们这个动作就是有一个就是 一只手轻着马 一只手在后面加鞭 就是快速冲出第一阵地的这种形式 四人大肩像烽火轮一样快速地旋转 攻击力满电 特别的是这个战术还加入了女生 古代的这个打仗 我们移除了西梅 开始只是男生进入战区 后面又进入了女生加入战区 然后演变成这种男生女生 一种激活的一种舞蹈 随着现代文化的影响 铃铛舞不再只是埋藏在大山中的记忆 而是走向全世界的表演 就是铃铛舞根据拐家重视 慢慢的演变成了舞台化这种形式 然后走上了舞台 除了传统记忆逐渐发扬光大 遗族也是夜郎文化重要的一个代表 其中贺庄县的可乐遗址 就是夜郎和汉代文化重要考古发掘之地 穿过小镜要到可乐文化遗址的话 沿路就可以发现有很多汉代 两千多年历史的石头像这样子 那接下来待会我们在博物馆的话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些汉代砖瓦 还有一些古代的古钱 破碎的砖瓦摸起来凹凸不平 这些坡壮奇特的图腾 其实就来自于遗族 而保留更完整的砖头 上面甚至还有刻画 拉牛车 耕田 种水稻的生活百态 当地政府大力推动观光 和民族记忆传承 将最美的风景还有文化风情 深刻烙印在每个人的脑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